50岁以后,健康就是一种幸福,别把自己逼得太紧了,钱多钱少已经不太重要了,你需要做的是抚养心态。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人到了50岁就会有很多存款,也许有的人始终还是居无定所,还在为生计发愁。 50岁以后就是打工也不一定有人要了,赚钱真的是越来越难。 其实不管你多么努力,都不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,人这一辈子赚多少钱都不会足够的。 能够过得很安逸的人,不是金钱无数,而是知足常乐。 学会富养自己,不是花很多的钱过纸醉精迷的生活,而是调整好心态,让自己过得更幸福。 不生气,不瞎折腾,不担忧儿女的前途,不在乎别人的眼光,不解释自己的过去,内心越安宁,生活越好。 不管你的经济条件如何,咱们都是比上不足,比下有余。 你跟过去的自己比一比,有了进步就是最大的成功,何必要逼着自己成为富豪呢? 殊不知,退一步其实更好。 人过五十啊,健健康康的活着,比什么都重要。